关于汉墨枭雄曹操的深厚事,自古以来众说纷纭,连大智藏于河地,都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。 即便一些文物工作者,将河南安阳的西高学大墓,判定为曹操墓,也仍未完全消除质疑。 不过在这里,我们并不是要讨论安阳曹操墓,是不是真的曹操买古地,而是要谈谈跟曹操墓有关的一个传说七十二一种,西高学大墓出土克明石牌。 相信大多数朋友对这个词都不会陌生。 根据一些民间说法,曹操生前曾经组织大规模的盗墓,加上墓赌汉墨战乱中,帝王将相的陵墓多被盗绝。 所以他特别害怕自己死后也遭遇盗绝。 故而在临终之时,曹操特地命人,修建了七十二座墓,其中只有一座是真墓,其他七十一座均为一种。 相当于放了一个大大的烟幕弹。 这个说法影响很深远,甚至今天的一些文化学者还会采信。 不过,早已有学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。 指出这一说法在三国志,后汉书等较早的历史文献中,都没有记载,到了北宋才开始流传。 而且主要存在于民间杂谈,以及为人默克的诗词之中。 所以从文献角度看,他的可信度不高。 换句话说,七十二一种很有可能是后世人编造出来的。 原本,在古代曹操的形象,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 而北宋时期,恰好赶上大家普遍尊刘扁曹。 比如苏氏在东坡志林中提到,当时皆向小儿听人说书,只要听到曹操战败,都笑逐言开。 所以,这一时期出现七十二一种的黑材料,也不足为奇。 不过,在文献之外,也确确实实存在七十二一种的食物。 它们位于河北寒丹市瓷县,集中分布在瓷县城南和西南。 在上世纪大规模平整土地之前,地表还留存有兴罗旗部的封土堆。 而在当地的地方这里,这里被认为就是曹操一种所在。 在一九五六年,河北省还将这里定名为瓷县七十二一种,成为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墓群位置图。 俗话说,眼见为实。 虽然文献方面有一点,但人家这些封土堆,总不是假的吧。 封土堆还真不是假的。 只不过这些一种不是假墓,而是真墓。 而且也不止七十二座。 一九七五年,虽然当时很多学科还没有恢复。 但考古工作,已经逐渐走回正轨。 邯郸当地的考古工作者,在文物普查时,对这些一种,进行了详细的考察。 根据地面遗留的悲客,遗迹和发掘出土的文物,否定了这些墓是一种的可能。 而且将它们的时代,更正为北朝。 由此,河北省也将这里改为瓷县北朝墓群。 一九八五年再次开展文物普查,确定这里共有一百三十四座古墓藏,远超七十二座。 至此,我们终于知道,无论从文献还是考古角度,都不存在曹操七十二一种。 接下来的问题是,这些北朝墓群里,都埋葬住哪些人呢?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 终于搞清楚其中大部分墓葬的墓主人为东魏,北齐时的贵族。 我们知道,在公元五百三十四年,原本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,分裂为东西两部。 东部在全城高欢的领导下,雍丽人善贱为帝。 是为东魏,后来到了高欢之子高阳手中。 为东魏而自立,是为北齐。 东魏,北齐的政治中心在叶城,是在曹魏叶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。 非常著名的铜血台就在这里。 叶城遗址,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临璋县。 距离瓷牧群很近。 因此,瓷牧群这一带。 实际上就是东魏,北齐的贵族牧地区。 在瓷牧群中,目前能够确定身份的牧很多。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号称天子种的东魏孝敬地园, 善剑西陵,北齐闻兄弟高阳的五宁陵, 高欢第九子高湛至右七如如公主牧, 蓝陵王高宿牧等等。 高阳五宁陵位于当地的湾章村。 规模聚集大。 目前还设有十人。 墓室、墓道,均有壁画。 墓门两侧的纹立涌,高达一点五米。 实际上,墓葬中没有出土, 能够直接标明身份的墓制。 但是根据墓葬规格,持代等资讯,仍可将墓主人判定为北齐开国之军高阳。 高阳五宁陵结构,墓前十人。 陶制镇墓寿。 如如公主墓位于当地大肿邻村。 也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一座重要墓葬。 如如及柔然。 柔然是当时位于北方的一个庞大王国。 跟北魏以及分裂后的东魏北齐、西魏北周,都曾发生过密切联络。 根据墓志可知。 公主名叫赤碧莲。 是柔然国王的孙女。 嫁给了高欢的儿子高湛。 当时还是东魏时期。 只可惜公主命运不好。 十三岁这年就夭折了。 如如公主虽然年幼。 毕竟代表著势力庞大的柔然国。 所以死后也得到了后葬。 墓中锦陶永就有上千届。 如如公主墓结构。 部分出土陶永。 除了经过发掘的。 还有些是根据悲客确定身份的。 比如高速墓。 高速极著名的蓝灵王。 自长公。 蓝灵王是一位大帅哥。 也是一位名将。 还是一位干臣。 北齐武平四年。 高长公被毒杀。 但仍然被追赠嫁黄月、太师、太卫公。 得到了妥善的安葬。 蓝灵王墓没有发掘。 但目前仍保留有北齐武平六年的墓碑。 由此可以确定身份。 蓝灵王十相。 总而言之。 通过考证文献和考古研究。 我们就能够确定。 所谓的曹操七十二一种。 实为百余座北朝古墓。